蠟味炒粉絲 蠟味炒粉絲 我們燒了滾水之後 一包乾的粉絲 倒了下去 立即是倒出來的 熱水的熱力 可以令粉絲即時軟霸 和吸收了水分 蠟腸、蠟肉、蝦米 切粒蒸完的醬汁 我們留在一起炒的時候 我們加進去 蠟味油很足夠 我們只要加兩湯匙 蠟味炒完後 它的香味會完全散發出來 哇,不得了 好了,我們粉絲 慢慢倒下去 倒下去不用刻意拌勻 放調味料 蠔油會帶出它的鮮味 少許的糖 生抽 好 顏色更漂亮 我們就要加一點老抽 教大家一個萬無一失 不會黏底的 我們把雞蛋拌勻 倒下去 然後加蠟味 一起炒粉絲 一定不會黏底的 筷子 很容易拌勻 這個菜式最重要是 夠乾身 這樣香味才會出來 就先把雞蛋拌勻 然後我們要加一點油 這個色澤更漂亮 很多的 加上櫻花蝦 更加香 至於糖芹和蔥花 一定是最後才加的 真的香很多 尾油 再加進去 IC電瓶爐 是不是很有鑊氣呢 臘味炒粉絲 這麼簡單就完成了 後宮 想用電煮出更多好菜 立刻想自上賣 還記得追隨我 YouTube branch 我们下期再见